嗨,大家好,我是Mary,張瑪莉 我答應了將我平時做的運動和養生事和大家分享 先說明,我不是專家 我知道平時為功,我已經問了別人 但有否真的這樣讀?我不知道 總之這個功法是李鳳山師傅 不要理他宗教不是這些 只不過是一個動作讓我們做 可以坐在那裡這樣做也可以 有些示範我會將他們網上的YouTube 放一個連結在這裏 你看回真正宗那個是怎樣做 不過我用廣東話說給大家聽 可能你做起來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OK,我大聲一點就行了 因為今天很曬,我帶著帽子做給你看 因為我答應了 好,大家記得先合起來 合起來,站起來 合起來,站起來 然後全人放鬆 然後抹開腳 不用屈腳 抹開腳 抹開腳 跟肩膀與肩同寬 肩膀與腳是一樣的距離 放鬆 放鬆 躲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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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在花園裡 那樣的空氣 那樣東西很好 躲開眼 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張開眼睛 然後咀嚼 微笑 不是起爬牙笑 是微笑 張開眼睛 乳肩同寬 放鬆 然後放鬆 放鬆 很輕鬆 躲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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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張開眼 張開眼 然後合起來 口呼吸 它不是鼻吸口呼 不是平時我們做運動那種 是鼻入 鼻出 不是口 口是合起來 就是笑 很開心 但不露齒 好 準備好之後 眼睛仍然抹大 手上來 準備了 這是準備動作 看到嗎 平的 和肩膀是平的 不要上去 不是上去 是平肩膀 然後做四下這些平的拼手 然後第五下 就屈一屈下去 是屈一屈兩下 我做給大家看一下 1 2 3 4 第五下 注意 第五下 下去 上回來 看到嗎 1 2 3 4 第五下 下去 上回來 一直不停 是很自然 千萬不要上去 上去是錯的 這樣 下回來 4 5 你不說話 眼看著前面 想些開心的事 第五下 下去 屈了上回來 記住 每次屈下去的時候 我做側面給大家看 先是這個準備動作 1 2 平肩膀 1 3 4 4 5 1 2 3 4 5 1 1 2 2 3 4 5 屈了屈兩下 注意一下 這個做法 最重要是記住幾件事 第一件事 腳抹開腳的距離 和肩膀是一樣闊 不要抹到這麼大 又不要合起來 是剛剛和肩膀平的 然後呢 準備好自己 放鬆 躲起眼 躲起眼之後 整個人都很放鬆 眼睛抹大 不說話 合上口 用鼻吸鼻敷 不是用口敷 OK 準備好之後 拿起手 抹大眼 面部是保持笑容的 很開心的 剛剛就是那個距離了 預備好 1 平肩膀 2 3 4 5 抹一抹 1 平肩膀 2 3 想些開心事 微笑 4 5 5 是吧 好了 打側給你看了 再來一次 我會給他們一個正式師傅做的 但他們說 是對五臟六虎什麼都好 旁邊 又是了 抹開隻腳 與肩同寬 放軟的人 躲起眼 養好的神 覺得準備了 抹大眼 鼻吸 鼻敷 拿隻手上來 拿隻手上來 一下去就1 1 平肩膀 1 2 3 4 5 6 硬硬硬 上來 1 這樣就可以了 做完的時候是怎樣呢 做完的時候是怎樣呢 放它下來 輕輕讓它擀了 擀完之後 我心裡覺得我整個人都舒服了 當時我有學過一些什麼什麼功 他們教是怎樣呢? 在下班的時候,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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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他們說那些很好的氣就會上眼睛 我自己本身就覺得,你做就行不做就行 我甚至會搓搓搓搓,用來搓臉 我會搓搓搓搓,然後捉搓搓搓搓 我會捉搓搓搓搓搓搓搓 所以讓肚子麻煩,可以做一點移動 這些也是很好的,有些人喜歡拍的 向下拍,向下拍,向下拍,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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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夾伴腳就做完了,好像這樣 拍到夾伴腳就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他們 李鳳山那些徒弟師傅做 他們是做完之後,最後一刻 整個人放鬆,想一下 我做了十分鐘的運動 對我身體有很多好處的 然後就下班叫做 是不是很容易做? 你看完我之後 我不標準的 為什麼我這次會跟大家說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有不同的朋友 跟我說這個工作很好,很容易做 看著電視做也可以 我就喜歡空氣清新的地方 開著窗門就可以了,不要凍傷 不戴帽子,不戴帽子 所以我戴著帽子 完了之後很舒服 他就說做十分鐘已經很好 我現在就早上做一做 下午做一做,晚上做一做 晚上做一做 我覺得對我身體有一定的幫助 他就說到真的很多內容說得很好 這個運動,我叫他不一樣的功法 我不管了 因為這個運動是從台灣開始的 所以你看的片段全部都是講國語的 就像剛才我說了 重複一次 腳抹開的時候 跟肩膀一樣那麼闊 你腳不要抹得太大 不要抹太大 也不要太窄 剛剛跟肩膀同闊 然後躲起來 放鬆的人 就是呼吸的 就是被吸,被敷 然後到你準備好了 抹開眼 就要笑的 笑 經常保持笑的樣子 但是不見牙齒 這樣 然後手就平上來 平的 不是上去 又不是下去 平的 你做一做一下 你會無緣無故高了一些 低了一些 初初一定會是這樣的 就扑到後面 扑到前面 扑了四下之後 第五下 下去的時候 你蹲一蹲 剛剛兩下的 好像打千秋一樣 扑上去 功法是易做到不得了 這種運動 我覺得是人都做到的 有些朋友告訴我 其實他們在中心裡 有些真的坐輪椅 或者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 他就坐在椅子 好像我現在這樣 看這張椅子 他坐在椅子裡 他其實在椅子裡做的 他照做的 只是蹲那一刻 蹲不到而已 我覺得 始終人都是 你動動好 比你不動 有時候我們都不會做 那麼多什麼運動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容易 你們看了我之後 我待會在這個直播下 我就放下他們的YouTube 你自己看他們的YouTube 因為他們做得更加標準 好嗎 有什麼我錯漏 你就不要聽我了 我只是介紹給你 好嗎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疫情第五波 大家也要小心 不要掉以輕心 拜拜